今天 好在玩具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UNI-CRO UNI-CRO 跟鋼彈聯名合作的第二波 應該算是鋼彈40周年 第二次聯名 UNI-CRO與萬彈鋼彈第二次聯名的商品 這是贈品 台灣的話是購買任兩件就可以免費獲得 台灣真是不錯 有贈品 可是缺點就是尺寸還是一樣沒有本人的4XS 所以本人一樣還是從日本代購回來 所以前陣子組裝完 然後今天就分享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內容物本身 盒子給大家看一下兩者的差異 盒子跟之前那個只有黑白版的盒子比較起來 這次的盒子我覺得更有了誠意 就是連鋼彈本身的造型都有做出來 一個是薩克造型 一個是鋼彈X78II的那個 我們講的騎士鋼彈 或者是完美鋼彈都很講 但必須講 說真的可不可以換一下角色 我寧願換個吉姆阿 古夫阿 任一角色 都無限的歡迎阿 而且我也希望說以後如果固定一年或兩年 可以變成常態性的方式來 販售的話其實我本人還滿願意買的阿 就 日本的話也 日本好像是買四件阿 台灣 欸台灣是買兩件 來 欸台灣 台灣 日本也是買四件 然後台灣也是買兩件阿 然後 一樣本人跟之前的介紹一樣的差別就是 本人一樣沒有貼水...那個...這不是水貼阿 這應該是一般的貼紙 這一個是吉庸國的 這邊有40週年的圖案 然後UT 然後0到9 吉庸的兩個圖案 然後鋼彈 聯邦的 40週年 這兩個差異阿 最主要差異這個 然後 除了這兩個所謂的服貼的貼紙以外 其實 跟第一次的版本比較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差異性其實就等於好像是顏色互換阿 上次的鋼彈基本上紅色是底色阿 然後這次變白色底色 薩克部分原本是白色是底色阿 有一點像白狼 之前有點像白狼的那個造型阿 這次則變成所謂的 紅色閃電阿 有點像那個紅色彈電 強你什麼的塗裝阿 本身如果剛剛所介紹那個服貼不算的話 它本身唯一的貼紙就是只有那個 薩克的部分 只有這個頭的部分阿 那可動性跟知型的版本 因為一模一樣阿 所以就 可動性的部分其實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換性阿 一樣就是手腳那些都可以動阿 個人是蠻期待說 如果還有第三波的話 就明年可能還有繼續的話 希望它可以推出個別種角色阿 像吉姆阿 或者別隻鋼彈也可以阿 像現在是RK782嘛 下一次就應該推出Z 或ZZ 以鋼彈的黏錶來推阿 後面的橙色是這樣子 後面橙色是這樣子 前面橙色是這樣 然後唯一主要的貼紙 就是我說的 是眼睛的部分的貼紙是這樣子阿 然後側面這樣子 跟第一次的版本比較起來 其實我覺得 還是紅色比較適合薩克阿 白色總覺得 那種機械美就不見了 側面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然後一樣這一個所謂的 裙甲後面這邊 這邊有一片是可以掀起來的 但本人就沒有掀阿 肩甲一樣可以 這邊是一個關節 這個可以抬開 然後頭可以往上掀 頭當然都可以動阿 它以贈品來講 我個人覺得 販售個幾百塊我都願意接受阿 然後彈夾部分 這個一樣可以拿起來阿 其實我比較想問是 既然都已經做了 乾脆就 換一個武器也不錯阿 就 雖然以正品來講很好阿 可是就是會希望說 它可以更好一點阿 正面這樣子 這是薩克阿 第二波的橙色阿 可動性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影片阿 就一樣阿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然後再來是 所謂的 R782 然後是第二版的版本阿 跟第一版版本比較起來 是基本上就是所謂的顏色一樣阿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然後這個版本 因為它原本的 深紅色的部分 變成直接黑色給你阿 所以說真的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 橙色比較多一點點 我反而比較喜歡阿 武器的部分 跟之前版本一樣阿 兩個雙槍 然後一個盾牌 然後還有一把槍阿 但槍本來沒有裝阿 可動性 其實我覺得還算不錯阿 然後它可以 用這樣的零件呈現出 好像在準備要拔進這個樣子 其實是 我個人覺得 非常好的一個贈品阿 這是R782 台灣現在應該都沒有了才對阿 但日本國外什麼 或者是一些 呃 或者應該說是一些 欸為什麼我覺得這個手怪怪的 為什麼那個是在裡面阿 喔我這兩隻手裝錯了 這邊的關節 這個是裝盾牌用的 我裝到裡面去 為什麼奇怪 我覺得那個 總覺得哪邊怪怪的 這樣才對阿 等一下手把它換過來 手 一樣是球型關甲 然後可以替換的手部零件 基本上等於就有跟沒有一樣阿 其實不多阿 雙劍 然後以RK78度來講 我個人覺得它的 武器 成色會比較多一點點阿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 他們本身 UNIQLO的官網阿 我發現他們其實像 剛彈結束後的第二波 日本方面是福音戰士 然後福音戰士 他們送的贈品其實也不錯 但可惜台灣一樣是沒有阿 台灣是有衣服但沒有贈品阿 我是希望 UNIQLO如果以後願意的話 真的推出一架4AK式的好不好 雖然本人 很少買衣服 但基本上UNIQLO的真的就是 只要有鋼彈本人都會買阿 那今天影片是介紹到這裡阿 給大家看一下兩者成色的差異阿 其實基本上 真的算是一個 優點很多的 贈品阿 鋼彈與UNIQLO 40週年聯名第二波的商品